各位,大家現在在網上見到的就是來自美國的CBS 芝加哥說在一個叫做Washington Park的地方 在星期二發生了一個唱擊事件,星期二黃昏 警察大約在下午7點46分接到報告 說有兩堆人首先是口角,然後就互相開槍 現在警方證明有九個人是被擊中的 其中兩個已經死了 我跟大家報這些就是要有四個人以上死亡 或者總共的受害人超過了八個 即是被他們定義的大型超級出擊事件多倍 這宗是合乎規格的 九個人受傷,其中兩個死者 一個就是43歲的男人,叫做Liani Carwood 另一個叫做Carly Danny,19歲 一個就是43歲的那個被擊中頭部 另一個就是身上中了槍,去到醫院之後證實死亡 另外七個就有30歲的男人,39歲的男人 27歲的女人,22歲的男人,19歲的男人 33歲的女人和46歲的男人 不知道這些是否在一個爭拗之中 亦是無菇菇被槍傷 總共發現43個彈殼,即是開了43槍 現在警方正在審問的人,但不是大家都很合作 情況如何呢?以後才知道 美國的槍擊事件,的確是無日無知的